五十后的观念说生女儿不值钱 不过现在可能要改观了 在苗里有一户人家生了六个女儿 而现在女儿都长大成家立业 母女的感情一样好 而且女儿呢贴心在当地更是出了名 这妈妈就说生女儿确实比生男生好 聊张嗓音唱着客家山歌 今年84岁的老奶奶身体看起来超硬朗 而且常常会挂满笑容的她 因为她的六个女儿们 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孝顺贴心 将妈妈的手看叼叼 细心呵护还会贴心帮妈妈按摩 一家人的好感情异于言表 古时候说生女儿比较不值钱 不过看看陈妈妈这一家人的互动 恐怕要推翻说法 经常 应该是每个礼拜 就是周休二休假就会回来看看 一针一线缝制鲜艳的客家花布 二女儿继承妈妈手工艺的好功夫 手艺清出于蓝 她真的真棒 妈妈教然后我们自己再研发 五女儿秀出自己两个女儿的可爱照片 从她幸福的表情告诉我们 生女儿没有什么不好 虽然我们家出去 她也是 每天都会回来看看一看 现代人生的少 生男生女也有很多考量 不过其实父母要的 不是物质上可取代的需求 几句贴心的话就能让人感到十分温暖 真是陈鹏志明 本地报道